從這句話我們就可以研判說 這一集裡面出現莫俊傑的橋段都是 2008 年 大家有沒有發現 2008 掰開了李子維去接莫俊傑出獄他回家之後 牆上有一整面時空陷徒 其實當下不只是有 1998 2008 還有 2010 喔 謎底解開了一半 賈伯維,我是居居傑傑傑傑傑,想見你 第九集片頭是已穿越到王全聖身上的李子維 他被 1998 年青春往事跟 1999 年的噩夢記憶給驚醒做開場 提醒我們其實這個男生他其實經歷過一段很殘酷的青春歲月 這一切使得他後來在第九集 12 年後的 2010 年 在用一個很純粹的心靈在追黃宇軒的時候 會讓觀眾看著覺得格外的加倍的心疼他 因為這個人他是用很反普歸真的赤子之心 在把握他人生中最重要 而且可能很短暫的短短七年的戀愛時光 請注意片頭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當莫俊傑跟李子維翹掉完自席 然後去買了台南名產波哥給陳韻如喝的時候 不是因為身為台南人所以我在說 但我這輩子至少也喝過謙卑的波哥 就是目測這一杯陳韻如喝的波哥是招牌鮮奶茶 但是劇組你好歹也買個墨浴凍飲 或者是綜合腥味 或者是茶爸爸 總之視覺效果不對啊 就算好喝 但是鮮奶茶外表是看不出波哥的美麗跟美味的啦 好啊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呢 李子維他看到了莫俊傑在看陳韻如的眼神 他心裡其實很確定說 欸陳韻如是莫俊傑的真愛 所以下一幕情節奏轉 轉到兇殺現場的時候 其實他當然是會怎麼樣都不會相信說 莫俊傑會是殺害掉陳韻如的兇手嘛 然後緊接著就是 李子維繼2010年追黃允萱 幫他準備熱美式 一邊說欸我有預知未來的能力 就是有點調情意味 卻被問說欸你是不是眼睛痛啊 他說fine 就是怎麼樣無情的被青少人打槍跟烤碎 他說ok 心理素質罷昏 這種追人的EQ就是必勝啊 在燒肉店打工的戲裡面 還有另外一場是同事的朋友情傷了 然後在無名小站留下說 欸是不是死了就不會痛的尋短的求救文 本來呢被一群人等閒視之 可是其實當時已經擁有老靈魂的王全聖 就是李子維啦 他聽到當然就會想到 莫俊傑跟陳韻如 這兩個好朋友的悲慘經歷 難免就被從中來 就在哭啊 然後就被黃雨萱俩包 後來就跟媽媽學姐說 啊每個人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不知道該怎麼走下去的難關 有些人很幸運 有些人沒有 差點提到他最好的朋友 然後還有講說 如果我可以回到過去 我會用盡我全部的力量 去阻止這件事情發生 以及重點是 你的朋友現在很難過 他需要有人陪伴這些台詞 其實這邊真的已經講得很白了 莫俊傑他在2000年入獄 那因為未成年 判刑9年 2008年出獄 舅舅說 莫俊傑出獄不久後 就在陳韻如被殺的地方自殺了 從這句話 我們就可以研判說 這一集裡面出現有莫俊傑的橋段 都是2008年 大家有沒有發現 2008掰開了李子維去接莫俊傑出獄 他回家之後 牆上有一整面時空限圖 其實當下不只是有1998 2008 還有2010喔 噔噔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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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這裡這裡 噔噔 謎底解開了 一半 就是莫俊傑出獄之後 還跑去陳韻如的墳墓裡面 幫陳韻如過27歲生日 等一下 這邊先抓一個bug 應該不是只有台南人這樣 應該是整個台灣或華文化社會裡面 不是人死了之後要過忌日才對嗎 好啦 但是這應該是編劇體貼觀眾啦 幫忙標註一下時間線的概念 然後莫俊傑那麼年輕 然後就被關在裡面 可能出來也不懂說 其實要過忌日 然後韻如家人可能會覺得說 生日忌日都有過 要不然就是 畢竟他死亡其實是他殺 非自然往生 過忌日其實挺痛苦的 就算了就過生日比較好 那這裡有螢幕其實是超級懸疑的 就是莫俊傑回想到當初 陳韻如跟他說 拜託你殺了我 蛤? 蛤? 這是《踏血群妹》的劇情對吧? 《踏血群妹》是第52屆金馬獎 最佳男配角得獎電影 大家去查一查那一部 劫出的香港電影 裡面有一幕就是 最佳男配角白子 他飾演一個變態殺人魔 但是那個變態殺人魔 是非常重情重義的喔 這一集的王全聖他幫黃雨萱慶子 然後黃雨萱他失戀 展現出黃雨萱該有的女士和氣魄 他跟王全聖說自己小時候 遇到李子維大哥哥的事情 從那時候他就有練兄情結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黃雨萱他不是在上一集的時候 他有跟李子維說 啊你知道這種屁孩我絕對不會喜歡你 其實是自打嘴巴嘛 我們都知道他在遇到王全聖 就是他是小妹妹的時候 就已經很喜歡比自己很大的李子維了 所以他來到1998對李子維沒感覺 嚴格說來他只是對屁孩李子維沒感覺 但是每次李子維展現一個 例如說男人的成熟溫柔體貼的時候 黃雨萱他就買單了 但我相信 王全聖這一種幫人家買早餐的那種人格 黃雨萱也是喜歡的啦 何況李子維他還是用王全聖的身體 在追黃雨萱嘛 所以某種程度上 黃雨萱喜歡的 我覺得就是李子維跟王全聖的綜合體 他不是有早就教大家怎麼選的嗎 王全聖和李子維 中火 王全聖在這一集裡面 他再度告白 還算爛嗎 他說難道你沒有那種感覺嗎 聽到一首歌 好像一台時光機 你會跟著旋律回到過去的某個時刻 會想到一個人 那那個人就是你 登登 這個聽告白的人是黃雨萱 但是李子維說的時候呢 中間穿插的是過往 他跟黃雨萱 用陳韻如的身體 在1998年建立了一些感情基礎的過往 當時是陳韻如的身體 但是因為有綁頭髮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黃雨萱 也就是說嚴格說來 其實李子維他喜歡的人 也算是黃雨萱跟陳韻如的綜合體 根據世界上有三個人跟你長相一樣的人 然後相遇的話就會死的理論 呃...謬論 想見你這對男女主角 哇!他們很幸運耶 都遇到另外一個對方 而且都愛上對方 而且不論對方的靈魂是黑暗 或者是爽浪陽光 他們都願意愛也願意接受 不只是對方的肉體外表相同而已 這句話大家現在聽我講起來 可能會覺得怪怪的 但是這跟結局真的很有關係 請大家就先聽起來 放在心裡 我們之後再來跟大家做解釋 第九集其實是一個 開始從精神之愛 進階到靈肉合一 其實就有點進展到 唯物論的論述裡面的一段愛情故事 畢竟陽光補照裡面有說 每個人都有陰暗面 不可能沒有嗎? 你可以連同一個人 不完美的地方 整個人都愛了 那就是真愛啊 想見你第九集 後半段他有透露出一個訊息 逐漸讓李子維 學到王全聖該有 而我們知道王全聖也真的 本來就有的溫柔的部分 來進攻黃雨萱的方心 所以呢 許光漢說的很對 就是綜合 李子維跟王全聖的合體的概念 偏偏與此同時 還蓄勢交錯 剪輯進來 就是李子維呢 他幫莫俊傑照顧阿嬤 然後兩個人喝酒和好啊 然後還沒人講說 這次我們要喝多少杯 才可以繼續當兄弟啊 敗開了李子維酒醉醒來 他就想到2010年的舅舅說過 2008莫俊傑出獄之後就自殺了 所以其實這段戲算是2008 但是為什麼從2003年到2010年的李子維 他會知道這件事情呢 也就是說 這個2008的李子維 其實已經去過未來 已經去過了 所以想見你其實 是今天暫時停止 AKA羅阿快跑的概念 就是 真的是非常考驗觀眾的諮商 看到這裡我們就該清醒了 不要再企圖幫想見你分類 這齣劇不是一個很單純的穿越或附身 或人格分裂或轉世 或者是無限輪迴 是綜合阿綜合 這一集的關鍵字其實就是綜合 那為什麼會說想見你的劇本厲害 因為編劇在理性的東西 就是邏輯架構一定要寫對 所以觀眾看得很順暢 才會在感性的東西裡面 就是入戲的感覺才會順 這樣才能進一步的醞釀出強大 形而上的戲劇的哲學的指涉 然後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看到想見你的宇宙觀 建立的還不錯 燒腦但是仍然合理 其實沒關係啦 撇開那麼燒腦的情節部分 你單純的在情節裡面 去看王全勝 他追黃雨萱 幫他買衛生棉 然後被他回家 兩個人在一起 就是開心 男生幫女生處理大衣媽來法額 這種家事真的很加分 第10節預告裡面 還可以看到 兩個人回到2019重逢 然後開始討論案情的部分 可是心理醫生到2019繼續搞破壞 那些年 我以王全勝做的美夢 終於到了結束的時候 才會有這句話 開始噔噔 大家發現 這個有邪窍啊 然後我們就看到 李子維他的肉體 也要被心理醫生幹掉了 然後 許光漢他從病床上醒過來 就這樣 預告就放完了 線索就沒了 陳優如死了 不拒絕也死了 然後最後 李子維也要被心理醫生擦死了 其實上一集的解析影片下面的留言裡面 我發現已經有好多網友 欸他們到這裡都猜對了 你們真的很厲害耶 重點是2010年有兩個李子維的靈魂 一個來自過去 一個來自未來 跟過去李子維在實踐黃雨萱的預言 未來的李子維 和當初的黃雨萱是一樣的 在挽救悲劇的發生 重點是 我還發現真的有人在 我第八集的分級影片裡面 猜中整部想見你的全部劇情 根本名真難柯難啊 但這一集很甜 下一集就有一點虐 虐完之後 還要大家龍力過年的時候 或者停播一集自己去猜 對了很多人有在問首播的時間 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下禮拜1月19號 週日晚上10點 大家看完第10集首播之後 1月26號大年初二是停播的 畢竟大家回娘家的時候 總不能報個電視吧 去報家人 去報家人 福斯三鳳好貼心 然後第11集 我們2月2號會看到 2月9號會播12集 然後在2月14號情人節 先忘掉國民男友徐光漢一下 照顧好你自己真實世界的老公跟男友 2月16再回來迎接13集的大結局 好啊稍微預告一下第10集的東西 其實這句話大家好像都在片話裡面聽過了 就是徐光漢他說整出 想見你他最喜歡的有台詞 猜猜是哪句 我們下週見 喜歡的想見你的一些台詞 是不是在這無處交錯的時空之中 早已發生過千萬次了 每一次 我都會像今天這樣 福哥就讓你愛上那個來自未來 想要改變過去的男生 這個我覺得在講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真的 對我來講 這個蠻難消化的 所以對我來講印象蠻深的 因為他其實 他又看起來可以很重 但是你其實也可以 曲重肉輕 對又可以淡淡的講 所以 剛剛現在在講這句也是 心情複雜 嗯 海的情教成長成一個 非常成熟的男人的一個 很完整的成長過程 那個時間線拉得那麼長 對你來說 很HOT CALL 很印象 壓抑的 其實會 然後看到這個劇本有暴落 哇那 就是 因為我本來想說 會 可以演一些比較 開心的 開心或輕鬆的劇這樣子 但是其實看完 我覺得 哇這其實更難 所以 而且你要 你要在比較短的時間 要去想一下 整個故事的內容 然後你要去設定這兩個角色 我覺得最主要是 做出一些 做出一些差別 對我來講是 是 比較 比較困難一點 那我就 盡量努力 以我的理解 去做到最好的 然後 到後來 你有去對自己的角色 的狀態去分裂 我現在是單純的 會 會 會 比較好的一點是 因為我們基本上高中的戲 都是在 台南排 當然會有機場 或是 或是在南部 就是可能 比較早到後戲 也有在南部 但我覺得比較幸運的是 因為 高中的戲 都在 台南的南部 也排掉 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就是 你不用今天一天單純 另外一天複雜 因為其實我覺得 你演到 當然你變 你演到老的時候 你 你累積的故事 就會比較多 所以 你當然就會 當然心態上 也要複雜一點 加在上的故事 今天走的也非常非常的錯亂 所以你要擔憂的東西 其實以後會更多 所以 我是會 會去稍微想一下說 欸今天大概 的心境是要 複雜一點 還是 很單純一點 但因為我 我其實自己是比較喜歡 單純一點的情況 所以 如果真的要講 我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在高中的時候的 像鬧的狀態 你覺得你是一隻 老靈魂還是 靈魂 其實我本來覺得 都有 只是我覺得看哪一面 看什麼情況 這樣 我也可以很好 然後我也可以 大家 比較幼稚一點 但 我覺得我也可以 你要跟我聊 比較深的事情 我好像也很會 坐下來也可以 好好打一鏡子去聊 就是我現在 對自己的體骨 可能過一陣子 就不一樣 是不是在這無數交錯 循環的時空之中 早已發生過千萬次 我都會像現在這樣 無可救藥的 愛上那個來自未來 想要改變這一切的你 每一次 每一次 不論你怎麼努力地 想要說服我 卻相信你所說的未來 到最後 你還是無法 那一天晚上 所發生的事情 當年黃雨萱曾經告訴我 如果有一天他離開了 我千萬不能難過 因為 這不是我們兩個 之間的結束 而是開始 如果有一天 你可以回到過去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可以回到過去的話 我不會去找我自己 我會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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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